大家好,我是薇娅,点赞本视频,出门就中五百万,现在故事开始。 摄友的电动车爆了,倒霉受伤的却是我,我跟摄友讲别把电动车放屋里充电,可他根本不听,结果真出事了,当时我正在睡觉呢,没想到就这么着了。 摄友为了把责任推给我,自己跑了不说,还跟消防员讲屋里没人了。 我被烧得挺严重,家里欠了一堆债,却没人肯负责,物业说他们啥都不知道。 还怪我没检举,所以不赔,可我明明多次求助,是他们嫌麻烦不管。 摄友说我是个填不满的坑,让我爸妈别救了,他给点桑档费就行。 我爸妈只好上网求助,摄友居然先开直播,把电动车进屋的事赖我头上。 他说车是我的,他劝过我,是我自己做死,网上的人都骂我活该。 我就这么痛苦地死了,再次睁开眼,我回到了出事前一周。 哎,我问你呢,咱宿舍电闸修好了没,我还等着回去给车充电呢。 刘鹏那不耐烦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我整个人有点猛,下意识摸摸脸。 没纱布,也没那种钻心的疼,我这是重生了。 上一世,为减轻家里负担,我实习期跟人合租,设有叫刘鹏,和我一个学校。 勉强算认识,刚开始我还挺高兴,可没多久就笑不出来了。 刘鹏在外边看着还行,私下里又脏又不讲理,每天不打扫卫生,也不到垃圾。 内裤袜子乱穿,穿得看不出颜色,就塞床底,我每次回去都被那味熏得难受。 我让刘鹏收拾收拾,开始他还应付一下,后来干脆不理我了。 我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转正了,就搬到公司宿舍,先忍忍算了。 可刘鹏不知,从哪儿弄了辆二手电动车,不顾安全隐患,直接推进屋里充电。 我跟他说,别这样,这寝室没空调,夏天本来就热,太危险了。 他却满不在乎,小题大做啥呀,别人都这么干,也没见出啥事。 新闻,那都是骗人的,信的人就是傻,你这么计较,是不是想讹我呀? 真没想到,你还挺有心眼,他说得振振有词,一点不把公共安全当回事。 于是我只好找物业,希望他们管管,可物业向来不作为。 我问了好几次,不是说要请示领导,就是说回头去看。 最后一次是出事前一天,值班的中年男人把腿翘桌上,嘴里还叼着烟。 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事多,互相让一步不就好了,我无奈走了。 结果第二天,刘鹏的电动车就炸了,我当时在睡觉,醒来眼前就是一片大火。 门被锁了,火烤得我眼睛都睁不开,好不容易爬到窗边。 嗓子被高温烧得喊不出声了,消防车很快到了,刘鹏当着消防员的面。 说屋里没人了,我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全身90%被烧伤。 父母从老家赶来,看到我这样子都快哭瞎了,可他们卖房凑的钱。 对手术费来说只是一点,没人出来承担责任,刘鹏就出现了一次。 我父母问他为啥不告诉消防员屋里有人,他说忘了,可我清楚听到他说我这样还不如死了,他好脱罪,物业也不管。 说他们不知道,是我们违规,他们不追究就不错了,我父母没办法。 只能找媒体在网上求助,刘鹏怕被网友骂,先开了直播,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那电动车是他的,买的时候我就说别买这种二手改装的。 他之前把车拿到宿舍好几次,我都说危险,他不听,还说在啰嗦,就打我。 那天我不知道他在屋里,我喊了,没人答应,他私生活乱得很。 女朋友好几个,互相都不知道,不回来过夜是常事,我乃知道他是不想理我。 视频一出,网友们生气了,都骂我自作自受,还有过激的来医院骂我。 众筹被迫停止,我因为没得到治疗,全身感染,疼死在病床上。 而刘鹏,靠着我的是在网上卖惨,成了网红。 也许是老天看不下去了,给了我再来一次的机会。 那些欠我的,我要一个个讨回来,电话那头,刘鹏还在问。 他那电动车是改装的,经常让电路过在跳闸,以前出问题都是我处理。 现在我可不惯着他了,我生气地朝电话里喊,没有。 昨天电闸就是被你那破车弄坏的,今天还敢来。 电动车不能进家,你是耳朵聋了,还是脑子坏了,没等他回答,我就把电话挂了。 想了几分钟,我换衣服下楼,又去找物业。 这次我留了个心眼,偷偷把手机放上衣口袋里,摄像头对着里面玩手机游戏的工作人员。 他很不耐烦,我不是说了吗?这事和我们物业没关系。 你们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别什么都让我们管,物业可没那么闲。 我冷笑,关于印发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第十八条明确规定。 物业企业有责任阻止电动车违规充电,现在事情就在这儿,你们说该不该管。 男人斜着眼吐了一口,吓唬谁呢?我说管不了就是管不了。 你不服就去告我,我点头,行,这是你说的。 我没回家,在我们那层的安全通道口等着,快到刘鹏下班时间了。 我跟他吵了一架,他肯定急着回来找我吵。 果然,不到半小时,刘鹏就回来了。 我把他一脚踹开寝室门,他推着电动车怒气冲冲进屋的样子,被我全拍下来了。 然后我打了119,喂,你好,我要举报物业和一个租户。 想到上一世被刘鹏诬陷的事,我气得不行,又给在新闻社实习的学弟打了个电话。 消防员来的时候,我学弟也急匆匆到了,那辆二手电动车被推到了楼下。 物业也在,一听消防说要罚款,两个人都急了。 物业着急地说,是户主偷偷把车弄上楼的,我们物业不知道。 我们也不可能每家每户去检查呀,凭啥罚我们。 刘鹏狠狠地瞪了物业一眼,跟着狡辩,我是第一次。 我这不是着急,回去修电闸,一着急忘了,不信你们去看,我屋里跳闸了,没电。 消防员犹豫了一下,好像在想怎么处理,我赶紧站出来。 几位大哥,我实名举报,我设有多次违规充电,物业知道但不管。 我拿出手机,播放了之前录下来的证据,物业傻眼了。 一句狡辩的话也说不出来了,刘鹏却发火了。 你他妈故意整我是吧,我说消防咋来了,原来是你搞的。 我要充个电你也管,信不信我揍你,说着就要冲过来打我。 消防员喊道,你敢动手。 刘鹏当然没胆子,在这么多人面前犯法,但眼睛还是死死冰着我。 我看见他用嘴形说,小兔崽子,我不会放过你的。 物业没法再狡辩,只得苦着脸求情,我以为他们是闹别扭。 拿我们当工具,之前也有过这情况,消防员大哥,能不能别罚了? 我保证不再犯,绝对不会有下次了。 咔,咔,我学弟没放过抓热门事件的机会。 拿着单凡跑来了,二话不说,就是一顿拍,拍完第一批照片。 没等别人问,他自己就解释起来,你好,这是我的记者证。 我们报社最近在做一个关于电动车安全用电的报道, 我看到这儿好像有这方面的问题。 能简单采访一下吗? 消防队自然不会拒绝这种对大众有好处的事。 但他们刚开始,手机就响了,其他小区着火了,急需去支援。 采访只能停止了,消防没时间纠缠,物业也算走了运。 只被口头教育了一番,罚款的事就这么算了, 他们刚走,刘鹏就不装了。 拳头攥得紧紧的,那眼神好像要把人吃了, 我冷冷地看着他。 咋的,还想打架,刘鹏看了看物业,物业心里也有气。 看我干啥,还大学生呢,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没。 碰上你这么个没脑子的蠢货,他没敢冲着我来, 骂骂咧咧地走了。 学弟看刘鹏还阴沉着脸不死心, 把记者证收起来,展示了一下自己的胳膊肌肉。 兄弟,你是想跟我们过过招,我把学弟拉到身后。 我一米八六的大高个,收拾刘鹏就跟收拾小孩似的, 还用得着别人帮忙。 我说,我警告你好多回了,你自己非要找死,还想拉上我。 就别怪我,做事不留情面,行啊,刘鹏居然笑了。 别以为这事就这么完了,你晚上睡觉小心着点。 我也笑了,你觉得我会给你这个机会, 说话的时候,刘鹏手机响了。 是房东打来的,我把他多次摆电瓶车带进屋充电的情况, 还有那串门的视频,都发给了房东, 租房子就怕遇到这种不懂事的。 而且这些违规行为在合同上都是明确禁止的, 房东哪敢承担这个风险。 当天晚上,刘鹏就被赶出了宿舍, 押金也没拿回来。 临走前刘鹏咬着牙说,你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知道刘鹏不是说着玩的, 刚搬进来的时候,他多配了一把备用钥匙。 现在钥匙还在他那,但他不交,我也没提。 上辈子,我被他害得很惨,那种痛苦一想起来我就直冒冷汗。 他要是现在收手认错,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 当天晚上,我在网上买了几个小型摄像头,一个装在门口,剩下的装在宿舍里。 这几天,就算上班我也是不是看一下,只要他敢露头,最轻也得给他安个入室盗窃的罪名。 刘鹏没让我失望,没过两天他果然回来了。 监控里,他戴着口罩和帽子,大半张脸都被遮住了,背着一个特别大的登山包。 整个人鬼鬼祟祟的,他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确定里面没人,才赶紧拿出钥匙开门。 一进门,刘鹏就迫不及待地把东西从背包里拿出来,我看清那东西后忍不住骂了一句。 他居然把他那危险改装的电瓶给背回来了,刘鹏把插好充电头的电瓶藏到我床底下。 那里有个电源,不怎么用,然后转身接了杯水倒在电瓶上,这个举动我看着都觉得害怕。 刘鹏这混蛋一点都不怕,把登山包也藏好后,就穿着鞋躺在我床上,悠闲地玩起了手机。 他不知道,我床头上也装了一个摄像头,他在网上聊妹,劈腿,搞暧昧的过程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很快到了下午五点多,刘鹏看时间差不多了,给我打了电话,声音装得挺可怜的。 乐哥,我知道错了,现在外面房子不好找,求你让我住几天吧。 不然我今晚就得睡桥洞了,电瓶车我已经卖给二手市场了。 我看了不少新闻,知道这东西带进屋的危险,乐哥,你别跟我计较。 好啊,我爽快地答应了,都是朋友,我也不想把事情闹得太难看。 你就先回来住两天吧,我看着监控里,刘鹏踩我的枕头,还往我杯子里吐口水的行为。 心里一点波动都没有,做吧做吧做吧,自己作孽自己受。 这次你要是不把自己玩死,我就算你祖宗十八代在地下会作医。 我故意在外面吃吃喝喝到十二点才回家,刘鹏坐在门口,夏天的楼道跟争桑拿似的。 监控里,他一直在先进去等和在忍忍之间犹豫,我在心里偷笑,加快脚步。 不好意思,临时被领导叫去喝酒,手机没电了,等着急了吧。 哎,你行李呢?刘鹏脸上一阵清一阵白的,过了好一会儿才挤出几个字。 没事,行李在旅馆,我明天去拿,我应了一声,拿出钥匙,叫他进来。 一进门,我就拿着被他擦过脚的毛巾往他脸上擦,看你一头汗,我给你擦擦。 别躲呀,这毛巾我还没用过,干净的,刘鹏正脱开时,脸色已经变了。 做了几个深呼吸,像是在强忍着不涂,我又拿起他尿过的杯子,倒了杯水。 硬往他嘴里灌,来喝点水,在外面等了这么久,肯定渴了吧。 刘鹏根本挡不住我的热情,实实在在地喝完了一整杯,这下他忍不住了。 冲到卫生间吐了起来,拿在手里的杯子,被他一撞也摔碎在地上。 我有点不高兴。 你怎么正不小心,我这可是限量版的,刘鹏吐了半天从卫生间出来。 对不起啊,乐哥,我吃坏东西了,杯子我陪你,我点头,一千块,转到我微信上。 刘鹏咬着牙拿出手机,大概是怕我在整什么幺蛾子,他转完账赶紧问。 乐哥,今晚我睡哪儿,他的床位早在前两天就被清理了,我把被他踩过的床单枕套都拆下来。 铺在木板床上,你先对付一晚,明天我陪你去拿行李。 刘鹏说,行啊乐哥,你先去洗澡吧,明天还得上班呢,我顺着他的话去了卫生间。 刚关上门,就从监控里看到他偷偷钻到床下,给那淋了水的电瓶充电。 这么放一晚上,不出事才怪,他做完这一切,又找出两瓶矿泉水。 打开其中一瓶,往里面撒一些白色粉末,他知道我又洗完澡出来喝水的习惯。 在这儿憋着坏招呢,我装都不知道,随便冲了一下就出来了。 我洗好了,你去吧,不用了,我做这一晚上太累了,我先睡会儿。 明天起来洗,我应了一声,那你帮我拿条毛巾吧。 趁他转身的时候,我迅速把桌上的水换了个位置,刘鹏把毛巾递给我。 又很热情地给我递水,我当着他的面喝了大半瓶,又很自然地拿起旁边那瓶。 打开递给他,你老看我干啥,想喝就喝啊,刘鹏大概是想起刚才的事。 没忍住干呕了一下,但又怕我发现不对劲,笑着接了过来。 我盯着他把那瓶加了料的水喝完了,不到十分钟,刘鹏居然坐着睡着了。 我这才明白,他往水里加的是安眠药,这混蛋一点逃跑的希望都不想给我。 他是真想要我命,我越想越生气,故意推了一下,刘鹏,你睡着了。 他软软地倒下去,脑袋撞到墙上,发出冬的一声响,他一声都没吭。 看来药量不小,床底下的电瓶已经开始发出滋滋的短路声。 我装作接到了公司的电话,就对刘鹏说,公司临时,让我出差。 今晚你就说我床上吧,这是我下午就打好的申请,就是方便我合理跑路。 把刘鹏弄到我床上正对电瓶的位置,推着早就准备好的行李箱下了楼。 几乎就在我刚走到单元门的档口,轰的一声,头顶宿舍方向传来一阵巨响。 之前那个浴室不作为的物业喝多了,正窝在保安室打瞌睡。 听到声音,眼睛都没睁开,是其他业主察觉不对报的警,消防车不到五分钟就赶过来。 消防员问物业,房间里还有人吗?物业玩忽职守,本来就心虚。 连忙道,没有没有,那个违规充电的小子,当天就被赶出去了。 现在那房子就他一人住,物业指了指,因为惊吓过度晕倒,正躺在小区靠椅上休息的我。 我想到上辈子被刘鹏耽误,错过最佳抢求时间的事,不由在心里憋笑。 大火完全被扑灭后,刘鹏才被人发现,彼时他严重烧伤。 几乎没了人样,我看着他被救护车拉走,压抑在胸口那股挥之不去的郁郁散开了点。 刘鹏啊刘鹏,这样生不如死的痛苦,这辈子该你亲身体会了。 事故原因很快被通报出来,是电瓶违规入户导致的,刘鹏受了重伤。 除了烧伤,还伴随着身体多个器官的衰竭,他父母在病房外歇斯底里。 嚷嚷着要让物业消防乃至整栋楼的住户都赔钱, 物业监管不到位。消防救援不及时, 同楼的住户居然也没有一个见义勇为进去救人的。 其他医生和患者都有点无语,还有人窃窃私语, 说没见过这样不讲理的。 还有人偷偷录下视频,只有我冷眼看着这一切, 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因为上辈子,我父母辗转联系到他们时, 他们就是这种无赖姿态。 电瓶车入户违规,那主要责任也在物业, 物业没管好。你们去找物业要钱, 凭什么说我儿子害人,我儿子只是吓傻了? 他还不到三十岁,只是个孩子, 他能撒谎吗?出了这么大的事。 没一个站出来帮你们的,可见你儿子人员有多差, 这种孩子留着也没用。 他死了,你们也减轻负担不适, 这一幕仿佛前世复刻一般。 当年我父母被这些话气得当场旧病复发, 幸亏当时就在医院。 抢救及时,才侥幸捡回一条命, 现在刘鹏的报应算是来了。 但事情还没完,我做好表情管理, 朝他们走过去。 刘鹏家境不富裕, 我知道等他父母发现 婴鹅人是额不来钱的时候, 一定会想到靠卖残敛财, 到时多半会牵连到我, 与其被动等待。 不如主动出击, 我找到他的父母, 告诉他们我是刘鹏的室友。 刘鹏出世时我原本要出差, 不然现在躺在里面的可能也有我。 现在他们家遇到这么大困难, 我压根没心思出差了。 我没有别的能做的, 但可以陪着他们开直播筹善款, 给刘鹏智商。 他们一听就不好了, 拉着我的手连声道谢。 在我的指导下, 他们注册了一个叫 烧伤天使刘妈妈的信号, 开启了网络求助的道路。 除了上传刘鹏浑身裹满绷带的 惨状和病例, 我还帮他们走访了邻居, 采访了物业当晚 误导消防的始末, 剪成视频发布。 有新闻系的学弟帮我推播助澜, 这种社会新闻很容易起流量。 眼见关注的人数渐渐多起来, 刘鹏的父母便开启了直播。 镜头里, 他举着刘鹏之受伤前的照片, 坐在病床边哭诉。 我们家鹏鹏从小就特别懂事, 性格又好, 老师同学没有一个不喜欢他的。 他辛辛苦苦读了这么多书, 好不容易熬到毕业。 前几天还说等赚了大钱 就接我们来享福, 结果遇到这种事情。 这是我儿子的室友, 他清楚我家的情况, 知道我们负担不起医药费。 赶过来帮忙, 好人啊,都怪物业。 要不是那天那个保安上班时间睡觉, 没及时发现报警, 我儿子也不会伤这么重。 朝气蓬勃的大学生 和惨不忍睹的病患摆在一起, 的确很出目惊心。 加之, 这几年物业和业主纠纷 一直是热议话题, 现在闹出这么大的事故。 网友们纷纷下场讨论, 物业公司迫于压力, 找到那天值班的保安了解情况。 保安大呼冤枉, 我可不是故意不巡逻, 我白天累了, 晚上打个盹。 打个盹的事情怎么能叫偷懒呢? 这段话一发到网上, 引起了一波骂声。 大量同情的声音 也跟着涌入刘鹏父母的直播间里, 这些物业公司。 找户主要钱的时候比谁都积极, 钱收了就不管是了。 是啊, 这受伤的小伙子真是太可怜了, 年纪轻轻遇到这种事, 下半辈子可怎么办? 也有人追问, 起火原因到底是什么, 刘鹏父母飞快划过这条。 我看着他们讳莫如深的样子, 总觉得他们像是知道些什么。 几场直播下来, 粉丝量突破十万, 其中一个人连刷了一百多条, 存在感格外醒目。 这家人太可怜了, 老的老伤的伤, 这时候不帮忙, 还是人吗? 我愿意第一个带头给他们捐款, 钱不多, 算是一点心意。 刘鹏父母, 你们就给个捐赠方式吧, 这条留言来得突兀。 我直觉哪里不对, 就看到刘鹏父母一抹眼泪, 回了句好, 然后摸索着手机上了个名为 新联新的机构链接, 筹款金额三千万。 筹款是我计划的一环, 正规慈善平台筹款钱都会核实情况。 我本打算到时借助公共的力量, 曝光刘鹏自作自受的恶劣行径。 但我没想到, 他们居然偷偷联系好了机构, 下个直播我赶忙追问。 叔叔阿姨, 刘鹏治病用不了这么多钱, 你们怎么要这么多? 而且这个平台我听都没听过, 正规渠道也不可能支持这么大额的筹款。 你们别是被人骗了, 离开镜头, 他们也不装了。 又恢复了之前的无赖嘴脸, 刘鹏母亲斜着一双三角眼。 小乐, 骗我们的是你吧, 说是要帮我们, 可到现在也没筹来几个钱。 要是耽误我儿子治疗, 我饶不了你, 刘鹏父亲做了个阻拦的动作。 假母假世道, 我儿子伤成这样, 后半辈子是指望不上了。 我们总要多弄点钱, 给他找儿媳妇吧, 刘鹏母亲在旁边附和。 就是, 有了这三千万, 取不着也能买一个。 我们老刘家可不能绝后, 我一阵无语, 原来刘鹏这法外狂徒的作风 是有家学渊源的。 不过也好, 我正愁不知道 怎么跟他们撇清关系。 于是冷着脸, 你们这样是犯法的, 我不可能同意。 刘鹏父亲轻蔑地吃笑一声, 病房门开了, 一个中年男人叼着烟走进来。 居然是之前那个物业, 用得着你同意吗? 你以为就你会玩网络直播呢? 原来出事以后, 物业公司就把他给开除了。 他在网上看到刘鹏父母发的视频, 就找了过来, 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聊的, 居然一拍即合, 勾搭到了一起。 我看向刘鹏父母, 你们也是这个意思。 刘鹏父亲皮笑肉不笑的, 是啊,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清楚, 你没本事就算了, 总不能拦着不让我们发财。 我当然不会拦着, 我只是如实把他们的话录了下来。 行, 那我退出, 以后你们的事我不会管了。 转身离开时, 我听见刘鹏母亲在后面嘀咕, 党人才录的杀千刀玩意。 我在心里冷笑, 贪心不足到这个份上, 还想发财。 等着吧, 劈你们的雷很快就下来了。 果然, 这个筹款金额一公布, 关于他们一家的风评就变了。 网民们不是傻子, 三千万, 任谁都看得出他们在趁机敛财了。 眨眼之间, 评论区的画风就从同情转为嘲讽, 网友们的嘴都跟抹了蜜似的, 三千万, 你们是想把医院盘下来吗? 不是我说, 你儿子出事是挺倒霉, 但你们这吃相也太难看了。 好好好,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上就能多一个躺赢的富二代是吧? 我现在强烈怀疑刘鹏受伤都是假的, 这么久了, 他们家怎么不公布事故原因? 就是就是, 冤有头债有主, 谁做的大孽找谁补? 即便是房屋自身安全隐患导致的事故, 也该找开发商负责。 把网友当提款机是怎么个事, 投诉他们的人太多。 刘鹏父母紧急删了求助链接, 但事态还在进一步发酵。 越来越多的网友督促平台查明情况, 不要放过一个骗子。 这种情况下, 刘鹏父母不得不再次露面。 他们拉起印了我照片的横幅, 上面写着恶毒室友, 还玩公道。 当着所有人的面, 他们把矛头对准了我, 说已经查明了事故原因, 是我违规使用电瓶充电导致的。 直播中, 他们生情并茂地控诉着, 说之前被我骗了。 没想到, 我才是害了他们儿子的凶手, 三千万募捐的事, 也是我搞出来的。 那个玩忽职守的物业, 站在旁边一脸沉痛。 其实事发当天, 刘鹏已经搬走了, 是室友逼他回来。 说找他有事, 他才走了这一遭, 现在想想, 没准是被蓄意报复了, 上辈子, 他们对我做过的恶行, 再一次落到我头上。 隔着屏幕, 我微微一笑, 反手就替他们买了推广。 不是想火吗? 那我帮你们干票大的。 眨眼间, 直播间涌进来几十万人, 理智一点地喊话, 让我出来说清楚。 更多的是诅咒骂骂我的声音, 还有过激人士, 直接把电话打到我实习的公司。 经理迫于压力, 让我先回家休息, 给我算病假。 我舒舒服服地 休了个带薪假期, 期间失地发来消息。 师兄, 还不收网吗? 我之前拍的新闻照片, 可是蠢蠢欲动了。 我回到,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捶死刘鹏一家很容易。 但我好奇为什么他们会跟那个物业合作, 毕竟细究起来刘鹏重伤, 他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 很快我就知道了原因, 临走前, 我在病房里留下了一部设置了自动接听的手机。 他们的直播一结束, 我就打了过去。 就听见病房里, 刘鹏母亲还有点不放心, 事情闹这么大, 不会有事吧? 万一徐乐那边拿出什么证据怎么办? 物业说, 你儿子那天的视频都被我删了, 没人知道他背着电瓶进小区。 能拿出什么证据? 再说了, 现在偏激的人这么多, 咱们只要想办法让他开不了口就行了, 原来如此。 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了然之余心里又是一惊。 那晚, 他们继续开直播控诉, 谢谢大家的信任和帮助。 我们无权无视地, 如果没有大家,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追责。 我的儿子一早就跟我说过, 他这个是有人品不行, 又恶毒, 又爱占便宜, 经常霸凌我儿子。 我的儿子不小心打碎他一个杯子, 就被他额了一千块钱。 他举着登录了刘鹏微信的手机, 上面有一笔转账, 清清楚楚写着, 赔给乐哥的水杯钱, 是我劝他忍一忍。 我们只是普普通通的农村老百姓, 出来遭人白眼, 被欺负都是没办法的事, 以何为贵吧? 可就因为我儿子实在受不了他的欺负, 偷偷搬走了。 连押金都没敢要, 他觉得丢了面子, 就逼我儿子回来继续当庸人, 我儿子不同意, 才被他骗回来报复, 现在我儿子变成这样, 一辈子都完了, 要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 我们劳两口愿意倾家荡产, 拿出二十万块钱, 只求知情人帮忙找到证据。 还我儿子一个公道, 二十万被放到桌上时, 直播间沸腾了。 除了一份填膺的网友, 还有一些看到我地址后, 扬言现在就要杀到我家替天行道的人, 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他们不是在找什么证据, 而是要刺激过激网友, 花钱买我的命。 我没再犹豫, 拿出之前就准备好的视频证据 发到网上。 第一个是我举报刘鹏那天, 失地拍下的照片 和一小段有关禁止电瓶车 违规入户的采访。 物业法外狂徒的话外音过后, 是他和刘鹏垂头丧气地 站在电瓶车旁。 被消防员一通批评教育的画面, 紧接着防冬器冲冲过来, 让刘鹏立刻搬走, 第二个是刘鹏打电话, 请我收留之前。 偷偷背着电瓶, 进入宿舍后干的那些好事, 高清蓝光视频里, 不仅拍到他是怎么一步步做死的, 连他脚踏恩之船。 到处撩骚的内容都被拍得清清楚楚, 更不用说那些穿鞋踩床。 毛巾擦脚, 水杯灵药的骚操作, 网友们惊呆了。 那一千块的水杯钱真相大白, 网友们纷纷质问我, 这么恶心的是你才收一千, 你是不是想搞乱市场? 不到半个小时, 我的视频就冲到了热搜第一。 超过百万人清清楚楚看到刘鹏给我下药后, 误喝加料水的过程。 之后的事情我没有继续剪辑, 但刘鹏母亲口中逆来顺受。 老师本分的好儿子人设已经彻底崩塌, 烧伤天使, 原是纵火恶魔。 人在做, 天在看, 做人不能太刘鹏, 各种相关的话题紧跟而来。 看到有网友追问, 那三千万是怎么回事? 而且保安大叔不是说刘鹏是被叫回来的吗? 看见这条评论被顶上前排。 我放出了第三个视频, 没有画面, 只要我质问无果后。 愤然和刘鹏父母划清界线的宣言, 以及在我走后。 那个物业保安和刘鹏父母的对话, 他们说的语言不详, 但一句你儿子背着电瓶进小区的视频我已经删了, 就已经足够让人拼凑出事情的始末, 在我举报刘鹏违规充电。 物业不作为之后, 他们双双受了批评教育。 刘鹏怀恨在心, 人都搬走了, 还故意背着电瓶回来报复。 物业保安明明发现了, 却故意隐瞒不报, 最后酿成大祸。 网友热评, 一场酣畅淋漓的现世报, 解释清楚一切后。 我发布了最后一条视频, 大家好, 我是何乐。 也是电瓶车爆炸事件的受害者之一, 这场事故不仅是我室友的蓄意报复, 归根到底, 还因为他对安全隐患的认知不到位。 近年来, 我国已经多次发生电瓶车入户充电事故, 这不是第一次,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血淋淋的教训摆在眼前。 我恳请大家能引以为戒, 在贪图方便时, 多想想生命的可贵和家人朋友的不易, 不要再出现类似的悲剧。 至于留棚及物业的所作所为, 我会走法律程序, 追责到底。 我绝不姑息这种漠视生命, 造谣抹黑的犯罪行径。 关上摄像头, 我报了警, 刘鹏父亲扶着晕倒的刘鹏母亲, 还在哭诉自己的辛苦, 儿子的不易, 室友的恶毒。 直播间忽然就被刷屏了, 比抨击我那会儿更猛烈的 骂骂雪花似的飘在屏幕上。 刘鹏父亲不知所措地看向身边物业, 这,这怎么办? 物业看完评论脸色已经变了, 嘴里骂骂咧咧,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我就是来帮忙的, 你们自己干的烂是自己解决。 跟我没关系, 他想跑, 可晕倒的刘鹏母亲一怨而起, 扯住他的衣领不让他跑, 什么跟你没关系, 都是你的主意, 那募捐网站也是你给我们找的。 你还说拿了钱你也要一份, 你这害人惊, 要不是你当初也想报复人家, 故意不拦住我儿子, 我的儿子没机会报复, 就不会遭这么大罪。 可怜他还不到三十岁, 还是个孩子, 你害了他一辈子。 我, 我跟你拼了, 他一口咬在物业脸上。 物业哀悠一声, 跟他扭打在一起, 刘鹏爸爸赶忙过来帮忙。 撕打中, 他们不小心压到病床上的刘鹏, 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过后, 病房门开了, 警察找了过来, 你好, 你们涉嫌一起违法犯罪案件, 请你们跟我们回去, 配合调查, 那之后的事。 我也是从社会新闻上听到的, 刘鹏父母及物业纵容犯罪。 抹黑他人名誉的案件, 还没审理完, 警方又查到他们募捐的网站, 涉嫌与境外洗钱组织勾结。 这件事热度很高, 被当作典型, 进行立案侦查。 不出意外, 一定会中判, 就算减刑出来, 他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刘鹏这段时间的医药费, 已经掏空了他们的家底, 那用来买我命的20万, 是在物业的牵线下, 找高利贷借的。 他们本打算靠着卖产做网红, 连够钱财来偿还。 但现在, 这个容易算盘落空了, 等待他们的是至少五到十年的牢狱之灾。 那些虎视丹丹等, 在监狱外面的债主已经放了话, 不还钱, 就打断这三个老东西的腿。 至于刘鹏, 尘埃落定后, 我去见过他一次, 顺便取回我放在那里的手机。 刚走到病房门口, 我就听见刘鹏吃痛的嚎叫, 紧接着几个女生走了出来。 都是之前被刘鹏劈腿的人, 我冲他们点头致谢。 刘鹏浑身裹满绷带, 挨过巴掌后血透过纱布慢慢渗出来的。 我欣赏完他的惨状, 轻轻咳嗽了一声, 他听到声音一个机灵。 没了家人的看护, 这阵子他只能一个人面对, 跑到医院骂他的过激网友。 看人的眼神都是惊恐的, 发现是我时, 他眼神忽然变得非常激动, 扯着严重灼伤的嗓子 啊啊地挤出几个字, 是你。 原本躺在这的应该是你, 你, 你害我。 我恍然大悟, 刘鹏这时也重生了。 我俯下身轻轻道, 是啊, 但你又能怎么样呢? 况且, 这一切本就该你受的, 我拍拍他的脸, 转身走出病房。 无视他在身后的谩骂与痛苦丝毫, 医院外天朗气轻, 凉风徐徐。 我笑了笑, 压在心里最后的一丝不痛快, 也消失了。 刘鹏终于感受到了我上辈子所经历的一切, 他会跟那对尖酸恶毒的父母, 狼狈为奸的物业, 在痛苦中一遍遍感受自己犯下的错误。 他们的余生都将在煎熬中度过, 我等到了属于我的公道, 以及原本就不该失去的, 崭新的明天。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听。